哈嘍,各位大家好,我是草门牛です 今天要帶你很快的了解一下接下來的活動 禮拜四要維修呢,這次維修完會登陸一個新的復刻 法國活動的復刻 這個之前去年有辦過,不過這次是復刻,增加了幾艘新船 以前登場的船種有這麼多 首先是浪巴爾的部分 浪巴爾其實在輸出方面算是1等1的 手動操作,還有在精英戰的時候是有很好的發揮 那再來馬賽族散呢,他是屬於演習的類型 他可以定點打中中甲的敵人會有比較好的發揮 這兩隻的建造率大概是1.8% 還有一個戰巡敦克,他屬於彈幕型的 不過彈幕基本上不會很痛 算是一個友愛的角色 建造率是2.5% 還有一個潛艇續庫服 他其實也算是一個友愛角色 基本的累積能力不是這麼高 算是一個收藏型的角色 建造率2.5% 再來可以兌換到的 本身活動可以兌換的角色是凱旋 凱旋是8000點可以兌換 然後在B3、D3都可以打撓 再來PT累積的部分到1萬點 你可以換出這個艾米爾 是清巡 再來這個盧瑪斯是兌換跟打撓 2000點或是在一般的海域 活動海域裡面也可以撈得到 那福爾班的部分就是建造5%而已 基本上這是之前的船種 那接下來本次復刻增加的新船有 惡毒 建造率2% 然後還有我們這個倔強 建造率2.5% 再來之前介紹的累積兌換角色 他這個艾米爾是可以改造的 不過改造的花費 執改金大概要花個3萬左右 然後金圖大概抓10張或11張 就歷史紀錄啦 可能會多也可能會少 這邊大概只能抓個大概 不過也是蠻讓人期待說 他會有什麼新的技能產生 或是旗艦技能之類的 是蠻期待他的 接下來是Skin的部分 Skin這次的回修呢 會增加加貝林的日常任務 這個是送的 那剩下其他的法國都是用買的 那倔強有這個海邊泳裝 然後其他有兩個學員 那敦克有一個是正常的例會加表情的 所以不是像後面那個Live2D的型態 那這個惡毒也是 他也是正常的例會加表情 不是Live2D 那大概價格可以參考參考 那去年的包含敦克的泳裝 大概會一樣會複刻上架 那可能也是會有打折的優惠 那如果喜歡的話到時候再選購了 好 今天來介紹一下有關哪些關卡是適合去推薦打的呢 首先是C3的部分 C3有這個金的伯伏斯 然後還有一個很多活動都沒有的 他是唯一有一個附加潛水艇魚雷的一個關卡 所以你在早期如果沒有潛水艇魚雷 還在為魚雷煩惱的同學 這個地圖相當值得你去打撈 那平均等級大概落在了76-77左右 那如果你要輕鬆打的話 我覺得你應該是要有85以上等級的平均等級 然後裝備大概都要加6 會比較穩定 這個難度大概 因為有C3的經兵部隊的關係 所以難度大概是一般主線的7之4 如果你可以推到7之4 甚至到周回7之4的話 相信這個關卡對你來說應該不會太難 而且這次的活動還有安全海域 也有免空襲免埋伏的設定 所以基本上要周回是還蠻容易的 好接下來另外一個推薦的部分是重頭戲的 就是D2 D2就是我們在撈這個所謂的凱旋炮 138凱旋炮 這個炮非常的好用 是現今DPS最高的武器 怎麼說呢 金高瓶相信大家都知道金高瓶的活力 那這個俗稱凱旋炮它的DPS 整體都高於這個金高瓶 是非常適合輸出的炮群炮區使用 像是Lafi或是23 改造完的3D5 他們都可以淋漓盡致發揮這個主炮的活力 甚至在副炮方面 你在炮群的副炮也可以使用這個增加你副炮的輸出 那尤其是紫色的 金色已經很強了 其實紫色的武器已經可以加持 跟金高瓶一較高下 這兩個傷害其實是差不多的 差一點的只是在攻速的部分 會差差個0.2秒 整體來說傷害跟金高瓶是一樣的 所以相當的適合你去撈這個凱旋炮 那活動會送一個 剩下就是打撈 但你打撈的過程中 你一定可以大量累積這個紫色的 紫色就已經很好用了 所以非常建議 一定要打撈這個 因為全部的活動 只有這個活動有這個凱旋炮 其他都沒有了 而且你錯過這一次 可能要等一年以後了 那這邊要怎麼打呢 首先他綁了兩個戰艦 然後重巡跟輕巡還有驅逐兩個 所以你這邊還有一個搖擺位 所以勢必你要道中的人物呢 可能是帶個重巡或帶個輕巡 那打王可以帶一個驅逐 帶兩個驅逐也可以 或是帶一個重巡輕巡來保驅逐 那重巡的部分 大概就是首選 波特 歐根這種 輕巡 大概就是菲尼 克蝶 這一類的 驅逐的部分 比較泛用的就是 標槍 或是拉斐 還有林波 這種算是火力 技術火力相當高的角色 那因為這邊的對空 合計要1600以上 所以是比較希望你可以帶 美國的巡洋艦 他們普通的 普遍的對空值都很高 那戰艦的部分 你可以帶美國的戰艦 像是北卡 華盛頓 或是南胖 胡德 皇家的 也都可以 胡德不行 胡德是戰巡 所以要戰艦 大七是可以的 那這邊的平均等級大概是88、89 所以建議你是平均100級以上 裝備到至少都要加8以上 會比較好推 那難度大概是 主線的9-1 如果你可以推到9-1的話 基本上這個關卡 對你來說也是 蠻得心應手的 那主要比較麻煩 是要湊這個對空 會比較麻煩 如果你都有美群的話 基本上 對空是還可以湊得起來 好 以上是這個活動 最推薦的關卡 接下來剩下這個活動 必撈的點數 大概就是 48,000點左右 所以 而且這次還會有 SP的關卡 就是每天一次 獲得大量的 點數的一個關卡 所以在撈點數方面 我是不擔心 一定可以撈好撈滿 換好換滿 剩下就是撈那個 凱旋炮的部分 以上是簡單幫你整理一下 這次複科法國的一些重點情報 當然第一個一定要盡量撈凱旋炮 而且這個活動為期只有14天 當然第一天 就開放可以開放到D圖 直接C圖打D圖 這時間縮短了很多 不必要的浪費 以前是只能開放C圖 隔天才可以開放D圖 所以今天是一次 就開放全部的D圖 你只要有能力 直接通到D圖 可以馬上打撈 開旋炮 那活動為期14天 這中間就是看各位的努力 好啦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歡迎在我直播的時候來詢問 好 我是草莓牛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